我們來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執行 它會自動從那個清單裡面 去亂數抓這個list裡面 當然你可以放12個月份的英文 然後隨機抽一個題目出來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邏輯 可以拿來比如做一些像那個 英文的那種練習 CAI其實也蠻適合的 邏輯基本上都一樣 其實無論你是寫手機APP 或者是手那個視窗網頁 其實它的基本的核心程式都差不多 主要是input、output的部分不同 所以這邊的話假設我今天輸入 假設我隨便輸入一個月份 假設我輸入一個錯誤的值 它會出現那個答錯了 不過它還是怎麼樣 不死心它一定要讓你輸入 反正直到你輸入正確為止 所以你再輸入 假如你再輸入錯誤的話 它還是會答錯了 直到你一定要猜對為止 所以比如說我輸入一個正確的 enter 它才會正確答案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會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有點類似無窮迴圈 那這個無窮迴圈跳出的地方 其實就是剛好是你要是答對的時候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會需要亂數產生 所以第一個可能你要需要什麼 要先input、random 因為你要產生亂數 那第二個你需要什麼呢 需要當什麼情況下才跳離回憶 所以這個f等於0 當然你可以f等於false 我剛剛有講過 你用0或false都可以 兩種寫法 那再來的話需要一個清單 就是month的stream 就是總共12個月 當然你不能夠用12個變數 這個變數其實太...可能不夠聰明啦 那通常如果有那個連續的資料 那就會用所謂的lister 那lister呢基本上 跟變數...其他變數的最大的差異 就是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一個中刮弧 開頭 一定是中刮弧結尾 那當然這邊我也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反斜線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 是要串在下頁 因為太長對不對 跑到右邊去 但是你要讓它enter 你不能隨便enter 像java是可以直接enter 它會視為上一行跟下一行是同一行 可是在python裡面 你不能直接這樣 它會出錯喔 你必須要在這個後面 加一個空白反斜線 這樣它才會視為上面一行 跟下面一行是同一行 在vpa裡面的規則是加底線 不是加反斜線 跟這個蠻像的 空白加底線 underline 它才會上下是同一行 在python裡面呢 是反斜線 視為同一行 那你會想說老師 那這些字怎麼出現 其實我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用eSale有沒有 你打一個January有沒有 然後你就是 像又填滿啊 有沒有 1到12月就出現了 那你把它複製貼 取代一下嘛 Ctrl-C 貼到記事本裡面 把中間改那個 雙引號 豆點雙引號 那這樣子再把它貼過來 不就OK了嗎 所以有些東西 有的時候 我反而會用eSale 去產生資料 然後貼到程式裡面 真的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不是說你寫程式 一定要硬 好像有點硬刻 那個不必定 有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寫程式還是要一種 心情愉快的狀況下寫 然後呢也不要Bug 這樣寫起來你就很有成就感 怎麼寫都對 不過前提你可能要 慢慢去培養那個Fu 可能不過那個是需要一點時間啦 但是真的 我覺得寫程式不一定要很辛苦啦 就是反正你就把這個該學的 該記的記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一個List 一定記的是中瓜糊 那每一筆資料呢 中間加個豆點 這樣就OK了 其實在其他語言有點像是正列 Array 不過在這邊叫List 那這個List還蠻妙的 我覺得它因應大數據 所以以前一個List 一個Array 只能夠放同一類型的資料型態 比如說放字串 全部都字串 放那個整數 全部放整數 符點就全部 就是那這裡的話呢 它是接受可以放不同的資料 比如說你可以放字串 你也可以放整數啦 符點都可以放 甚至在正列裡面 在List裡面還可以再放List 這個還蠻妙的 我想目前還大概知道一下 因為目前我們這個是全部放一樣的資料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從什麼呢 從那個1到12月份 隨機幫我抽一個數字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List的位置 它不是從1開始 它的位置一定是 如果你要叫出那個第一個的話 你就是曼史中瓜糊 0 0的話指的是第一個 最後一個的話記得是11 OK 0到11 這個概念呢 其實跟像其他語言Java好了 也是一樣 它的正列所影值是從0開始 可是那你也想說 那將來如果輸入1月份抓到的話 那輸入是1 可是所影值是0 所以基本上兩個相差1喔 那所以你要記得喔 要不就是把使用者輸入的-1 要不就是你要把那個正列值加1 反正兩邊要match才能比對喔 你不能比錯了喔 OK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產生的一個亂數值 是從這邊的index幫我抓 所以0到11 OK 0到11 這個看得懂了 這應該前面用蠻多 所以這個Range用法跟4那個Range 其實還蠻像的喔 所以 那再來的話呢 輸入這是幾月份 所以它跳出 假設它跳出那個是這個7月的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是跳出一個6 乱數從0到11跳出6 它就把這個值怎麼樣 幫你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一個 並且怎麼樣 假設這邊是抓到一個6 然後就幫你把這個6放進來 所以它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OK 那所以喔 基本上這個SRange 其實好像這個轉型 應該是可以拿掉才對 因為這邊已經拿過來是一個字串 所以這個大概可以拿掉 然後呢 問題為 有沒有 它就把這個 這個July放進來 那這問題為有沒有 這是幾月 那當然呢 它這個地方的話 F F的話指的是這個 那初始值為0 所以呢 不等於0 那初始值0 那一定是不等於 所以進來判斷一下 M 是不是等於什麼呢 這個等於是判斷比對 是不是等於 Mans 加1喔 為什麼加1 因為這個 所以你只是從0開始 我們輸入是從1開始 所以會少1 加1 那如果兩個相match的話呢 那就把F的裡面的值 改為0 改為1啦 那我講過喔 上面0你可以改為 剛剛的那個 False 也OK 不過這個False 一定要是大寫的 後面這個 true 這個1的你可以改成 true 但是記得一定要是大寫 這個規則我記得 好像跟Java不一樣 Java好像一定要是小寫 這邊一定要大寫 那感覺 其實Python好像真的就是把Java的一些 比較不符合大數據分析 或機器學習的那些東西拿掉 然後換一個可能比較適合現在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寫法 反而比較更精簡一點點 好那這邊的話呢 Print正確答案 反之的話錯了 錯的話呢 它還會繼續跳出跟剛剛一樣 所以這一行喔 基本上我是把它直接複製貼到這邊 好像一模一樣 OK 直接就是再出一次題目給你啦 好那J一直跳 那當它怎麼一定要正確為止 OK 所以這邊的話變得一定要無從回圈啦 它不跑 不跑完的話一定也不會正確喔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得到我要的最後的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啦 1月 那這些這些字喔 其實如果你實在是要那個一個List的話 請各位直接從那個 Excel裡面它就有了 OK啦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的那個答案我剛剛那個畫面喔 我也把它貼到那個雲端上面喔 那如果有需要喔 其實參考的話啦 你可以自己再到雲端上面喔 反正至少照著打吧喔 那如果最後有需要Source啦 我當然可能一般性的情況我是比較少貼Source 因為我發現你們還是要自己打一下這程式啦 否則的話有東西直接貼上完成的那這沒意思啦 OK那即便做錯也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Run一下 那還有的話 如果你即便假設你做的動作快一點 同學你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說從那個什麼 欸之前有同學是拿什麼呢 那個像全民音節 或者是什麼多益啊一些單字練習 把這個拿來改喔 但是那個因為他的資料量很大啦 所以如果資料量大的話 你放在list喔 其實程式哇會非常融長 所以通常喔 假設像那個全民音節 裡面假設1000個單字 1000個單字放下一個list一串 所以通常會怎麼樣 可能把這1000個單字 放在外部是一個檔案 或者外部是一個資料庫 再從檔案或資料庫 需要的時候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然後再去做後續的程式 所以後面還會講到 如果你的資料量多的時候 如何從外部的檔案 或者外部的資料庫 去做資料的存取 當然你可以讀啦 也可以把它寫 寫到那個檔案裡面 那這個後面我們還會再看喔 所以請各位 先試著把那個剛剛的那個練習 做做看